这世上有许多种类型的杀人方式 有的杀人只需要花费几秒 有的杀人需要花费几分钟 有的杀人需要花费几小时 而有的则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 杰克就很倒霉地碰到了最后一种杀手 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回家 触不及防地被一个人用勺子敲了一下 当他转过头准备冲那人发火时 只见一个穿着黑衣面色惨白的人拿着勺子 杀人的表情顿时把他吓得不敢出声 那人紧接着又开始敲杰克 杰克吓得赶紧逃跑了 可是之后的日子里 这个黑衣人无时无刻地出现在杰克身边 无论是他在家睡觉还是在路上行走 这个黑衣人都会出现并敲打他 简直是无处不在 杰克快被这个黑衣人搞疯了 他打电话向警方求助 黑衣人又开始用勺子割他的电话线 他无奈地向爱人倾诉着苦恼 但爱人从来就没见到过什么黑衣人 他认为杰克是得了心理病 于是让他去看医生 心理医生看到杰克身上的伤痕 认为这是他自虐出来的 但杰克背上也全是伤痕 自虐一说根本行不通 为了证明自己的伤 确实是被黑衣人瞧的 杰克在下一次黑衣人出现时拍下了他的照片 可是奇怪的是照片上根本就看不见人 只有一团模糊的黑影 杰克这才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看见黑衣人 抓狂的杰克拿起厨房的刀威胁黑衣人 别靠近自己 可黑衣人不知疼痛似的凑近他 刀具刺中了黑衣人的脖子 但他就像不会死一样拔出脖子上的刀 继续用勺子敲打着杰克 就在他抬手的时候 杰克突然看见他手腕上的一个标记 他不远万里来到了标记的出产地 找到当地的一个巫婆 巫婆告诉他呀 这是一种诅咒 只有中咒的人死了 这个咒才会结束 绝望的杰克只好满世界到处逃 但是无论他逃到哪里 黑衣人都能够准确的找到他 然后无限循环的用勺子敲打他 黑衣人无情的挥舞着勺子 一下一下的打在他的身上 在不知道掉了多少牙齿昏倒多少次后 被逼疯的杰克终于绝地反击 他用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 用各种枪械和炸药来对付黑衣人 可是通通都没有奏效 黑衣人仍旧追着他敲打 杰克被黑衣人打得遍体鳞伤 逃到一片戈壁滩 就在他决定放弃逃跑时 黑衣人的勺子突然断了 杰克像中了大奖一样 不可置信地看着黑衣人 或许他就此停了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黑衣人打开了衣服的拉链 里面踹着的是 无数把一模一样的勺子 最后杰克被黑衣人活活地敲死 简直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杀人方式 一把勺子的敲击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无关痛痒 但如果每天都要承受 两万次勺子的敲击呢 真的会把一个健康的人逼疯吧 所以任何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 当他被重复地做上无数次时 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